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沐医生 你去哪了 怎么喘这么厉害 是不是又跑出去玩了 对 我是跟别人玩了一会儿 但是我也终于知道该怎么解封毒了 现在得赶紧淹下这个解放 要不然没时间了 你真的找到制作解药的方法了 对啊 过来帮忙 好 走 把手给他按住 咬 怎么样了 好 研究出新药了 正好这病人快不行了 来试一下 咬都不行 慢着 慢着 你之前弄的药草差点害死人 现在又弄了药丸 万一把人治死怎么办 老爷 这兽医要用人做实验 这如果出了事 这 咱医馆的招牌就全砸了呀 就是 也是啊 兽医 要不我们先用动物做实验吧 然后看看药效再说 我自己吃了一口 没什么事 救人要紧 过不了那么多了 哎 扶他起来 怎么样 我 我好像好一些了 胳膊上的红点没了 哎 你太神奇了 摄医 你的药起作用了 那个 你这药丸什么配方 你给我 我去找人多做一些 不惜 霓裳 来 看来这些药丸 只能缓解封毒发作 还需要再改进一下才行 这药只能暂时缓解封毒 我还得再改进一下 那个 沐医生 想不到您年纪轻轻 就有如此遗述 佩服佩服 您刚才不是还骂我来着吗 刚才 是我不好 你们忙 你们忙 哎 大王 哎 我们出去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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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小事呢 什么事 大事 不好了不好了 外面来了个怪人 说是沐大夫的师傅 非要进来 你师傅 坏了 你就说我不在这儿帮我拦着他 嗯 好 云长我我我我我先走了 去哪儿啊徒弟 连师傅都不认了 哎呀师傅 你来了怎么不说一声呢 好去接你 你就是星辰的师傅啊 你好 叶云长 就是你把他勾引到这儿来的吧 勾引 你说我勾引他 师傅 不是这样的 你话不能乱说呀 你别诬陷我啊 师傅 我口碑一直都是很好的 行了 行了 我怎么闻到解灵草的味道啊 是徒儿制成了解毒丸给别人们吃了 原来套我的话 是为了给他们治病啊 哎呦师傅 这徒儿不是实在无奈吗 手里草药不够了 师傅要不再给点儿呗 想要解灵草呢 就跟我回去 哎我说你这个老太太也太小事了啊 别别别 师傅找这个钥匙拿来救人哪 你要是要钱 你开个 开个价 我定给你 你说 不懂事 别说 你真以为这个草药能救得了他们 你什么意思啊 被七色狐蜂咬过的人 最多活不过一个月 肯定是有别人把七色狐蜂偷了出来 然后私自进行培养 变成了三色狐蜂 徒儿也在调查此事 你们放开我 什么人 让我去死 你没事吧 你们放开我 爷闹了 让我去死 冷静点 让我去死 你们为什么救我 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他怎么了 他和男人私奔 怀孕后就被抛弃了 回到娘家 娘家人嫌他败坏南风 就把他赶了出来 他就跑到森林里去寻死 这种薄情寡义的男人 分开了不是更好 何必寻死 我忘不了他 他把我害成这样 我还怎么活 让我来帮你吧 你可幸迹 添加死 都想生 Palestinians 最年少的故事 但是古真是不可修 收害了 有 mêmesti sú 大艁 就 Kiss 小艾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回家去吧 云长 刚才发生什么了 刚 没什么事 吃饭去吧 多吃点啊 刚刚是您 给他们清除记忆的 你怎么不受汪幽花的影响呢 难道是我吃过圣果的缘故 什么花 星辰 跟我走 师父 您就不想知道七色狐蜂是谁投的 他可是我们的族人 也有可能有什么大阴谋 对啊 这样就太好了 医食住行 我全都包了 如果你能给病人看看病 那就更好了 这样也好 我倒是想看看 你们是怎么给其他人治病的 放松 老爷 你跟镇天变成这个样子 怎么办呢 哥 再去请医生 我想起了叶云长 他以前也中过风毒 要不去他家问问 行 我这就去叶丘石家 几位 为了保险起见 你去把藤原斋教授请来 让他给镇天看看 过去他有什么好办法 好 别干 镇天 医生马上就来啊 别动 老爷 乔庭长来了 好 快请 是 叶雄 乔庭长 今天这么闲 过来坐下喝杯茶 叶雄 茶就不喝了 我儿子中了风毒 我听说 你女儿曾经也中过风毒 不知道是怎么治好的 这个我真不知道 不过云儿的医馆 确实有个年轻医生 他对治风毒颇有研究 要不让他试一下 那太好了 只要能治好我儿子的病 花多少钱都无所谓 咱们多年老朋友了 而且治病救人理所当然 来 我打个电话给云儿 让他带上医生去看看镇天 等会儿啊 你 父亲让我们来给乔振天治病 你师父跟来干吗 那他想干什么 我也管不了他 就让他来见见世面吧 走啦 这药真好喝 还有吗 不能多喝 一天最多只能喝半瓶 然后 你先休息 慢走 这边请 云长 看起来你气色不错啊 不像是风毒发作的样子 我刚刚喝过日本的特效药 已经好差不多了 是刚才那个人给你治的吗 是 他是从日本来的藤原斋大夫 不可能 这种毒没有人能治得了 他是怎么给你治的 我也不清楚 老爷 您又打算留下这书医了 他这个人精通齐皇之术 要是能替我的药厂研制新药 不是更好吗 他可是个人才 也是啊 多谢唐元先生 我儿子喝了你的药 病好多了 您客气了 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 是 唐元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一点差钱 听乔厅长笑纳 现在云海市缺医少药 药材就成了 功不应求的抢手货 在下正好有一批 从大英帝国运来的西药 但是缺少批文下不了船 如果乔厅长你有办法 我们一起发财 就是这种药 这也是治病救人的好事 这个就是能治好我病的药啊 嗯 现在城里这么多病人 有了这个 不但能救人 我们还能大赚一笔 可是 我爹他不管批文 怎么帮你啊 相信 没有乔家办不了的事 一切 就拜托了 告辞 慢走 不送 快走 快走 爹 这走私药的批文不好弄啊 要不然 我来借手 我们自己卖 你这样永远干不成大事 做事有规矩才能长久 那怎么办 主管批文的是上官清市长 你不是和他的儿子上官文轩是好朋友吗 他那个人既不贪财也不好色 不好下手啊 金无足痴人无完人 只要找到上官文轩的弱点 即便是上官清拐罪下来 也是他儿子盯着 先生请慢用 上官少爷 问你 楚天瑶 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你 您是谁 老师 老师 这 您是我的 人家 你 인이 国家 我 无论 您 您 有 干露消毒 叩祸香 阴沉滑石 目通畅 秦俏备母涉甘薄 湿热食意 是主方 什么意思啊 解毒王的药方 用这个药方打底 解灵草才不会伤人 多谢师父指点 云长 用我师父刚才说的药方 加上解灵草 就能做成解毒王了 那这样的话 就能克制毒狐风了 先不要高兴得太早 你们这里的狐风 毒性太强 如果不坚持服药的话 一定会前功尽弃 就会不会是否会用 就会有独播 有独播 就会不会被剥造的 对 如果不就会上站 就会有独播 就会有独播 有独播 就会有独播 的独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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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三世 从今以后 水晶矿的事 永远在你的记忆中消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师傅 这段时间你太辛苦了 我送你回去吧 谢谢师傅 好 帮我去送个药吧 这个送到赵家 每次两日煎湖 好的 阿瑶 文轩 你怎么来了 哦 还有 这个送到叶尔爷家 阿瑶 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说 你等会儿啊 我现在正忙着呢 这个送到叶夫人家 记住啊 别送错了 放心吧 阿瑶 这件事我除了能跟你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说吧 这儿人太多了 咱们换个地方说吧 文轩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会小情人啊 你别乱说话 有 我是特意来找你 有事跟你商量 什么事情 慢走啊 里面收 事办得怎么样了 可以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算正式入股了 等特效要赚钱了 再给你分红 万一要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谁敢查呀 放心吧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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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有了 我呀 不要 不要 不要按摩 救命啊 走跟強 这要是要 这个要不要啊 走跟人家 阿贵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云海帮的人 强行让咱够买的药 不买就打人 还砸招牌 咱就买点 吐个平安 这么霸道 你怎么不报警啊 警察局的乔震天 是幕后主使 报警有用吗 那你先拿进去吧 点击 安 想什么呢 我要去找一趟文轩 想你文轩弟弟啦 哎呀 别取笑我 笑人呢 多关上官市长太守旧了 要不然阿瑶跟文轩早就在一起了 那是他们没魄力 你有魄力 走着瞧 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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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瑶你等等 等我 明天 有份 你赢了 来 阿瑶 你赢了 protegFi 时傅 师傅 啊 看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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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